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我们继续来看 西洋猴对阵XIR的 第二局上半场,这里是屠夫换人,换成了小防鸭,那么小防鸭是绝火女巫被搬掉,这里开局第一个人前锋,前锋应该是 可以尝试一下B波球 毕竟这套阵容里面除了祭司以外,其他人 也都不是特别好抓,前锋这边拉了一波球,四分之一,但这个距离上面感觉还是有机会 就看这个镜像能不能 差了一点点,前锋再拉一波球 这个球好像要吃一刀,那就拿你前锋开刀了 绕 祭司这边是跟守木拉了一个大洞,而前锋这边交了一半的球,但是依然没有躲掉这个一刀的话,下一波闪现可能就要拿你了,而且这个镜像是可以逼你 再交一波球的,一旦这波球再交掉以后,前锋基本上就变成了一块白板 一块下板砸头特别痛的白板 切过去4秒钟以后闪现 前锋这里最后一小段球,交不交都差不多 闪现也没有交,前锋倒地 外面这里是看一下位置 镜像投的话,这里是要把人挂在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可以投到这里守木人的点击,但守木人那边有个洞 然后其他的电击我们看一下,这边可能把守木赶走也可以 先把这个洞打了 好,洞打掉以后,这边来干扰你的守木,而且能够看清楚是守木人的话,应该能够确定,第一波肯定是守木人来救嘛 他这里我觉得如果说打得凶一点可以压出去,幸好没听我的,这里强尸来救人了 强尸来救人的话,这电击差的有点多,前锋再吃一刀 好,这一波感觉很亏 强尸来就跑的距离上面有点路,然后又干扰了修机,其实我觉得守木人来就是比较好的,反正你已经被发现了嘛,对吧 已经被干扰了,不如就慢慢的压过来,那前锋这边也是没办法,找到一个死角躺好 尽量不要让你干扰到其他人的电击 但侯夫人这边血防压好像还是想要挂回刚才那张椅子 守木的电击是修掉了,祭司这里是应该重新开了一台吧 调尸中场这家电击也修了一大半,但是我感觉这个镜像应该要投到中场去干扰调尸的电击了 果然这方向,你刚刚来救人是吧 好 别修机了 一刀打,香水是放出来了,还行吧,守木人这边也是可以来掏 我们看一下 这边守木人,把血线多压一会儿,救下来,直接铲,不吃双倒 红夫人这边 慢慢来吧,不着急,这个闪现能省就省,省完以后待会可以换别的技能,也可以就是过来秒人 毕竟这边守木人是半血,对吧 如果说找到调尸,其实一个剑要投了,把他香水一片打一刀 闪现追一刀也是可以的,前锋这边倒的位置还可以啊 这个位置的话,能够保证就是 挂飞以后,红夫人不能立即找到人 这里调香师应该是跟守木两个人摸一下 来保这个平局 你还别说,这一局还真有机会往平局方向打 只要中期红夫人断一波节奏 那么红夫人这边还是一个问题,就跟上一局 超Q的那个红夫人一样,就是红夫人现在闪现在手 他如果没有闪现的,其实节奏是有可能断的,对吧 打一刀以后 这个对,这个求生者往哪里一拉,然后中间镜像升空期 但是有闪现的话呢,这个节奏就可能可以快速的连起来,就看这个镜像了 还有看他抓的是谁,我觉得抓 抓谁都差不多 这个局感觉调香师一瓶香水,祭司两个洞 那个守木人跟铲子差不多 但是他如果说去抓大方这里的人呢,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会高一点 这个镜像空了,等于说是浪费了一个镜像的时间 然后守木人这边一个弹板加速往前一拉,进大门的废墟 你这里除非交闪,交闪还有可能不一定打得到呢 那这里最好,他应该是想要把这个守木人的铲子逼出来 但求者这边的一个运营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并且三个人,一人一台电机,这样也不怕你手单一台电机 这里再镜像头 切过去 找人 局势慢慢的被稳了下来,现在还差一台机了,因为调势这台能开掉 怎么说,祭司这里不给你任何的机会,我手上的洞慢慢用 砸头,没砸到,追过去再交洞,两个洞连贯,这个洞好烦 打掉,他这边是想要打洞的,但是打到了这边的祭司,那这里可能要交闪了 我刚刚这个洞被吸了 镜像头吗 头斜角,管电机 这样一管 还是不行呀,我感觉你这一管,这条是过去补祭司的电机,守木人这边有个铲子 吃一刀 红夫人这里 打到这么局面,我觉得闪现这时候交了就有点亏了 他可能会留着 切传送了 这个闪现 就没机会用 没机会用 确实没有太多机会 这里全部拉开 守木人这里有铲子 卡着你 然后条市那边有香水 胆子大修 交铲 一刀打 别管守木人可能会好一点 管守木人的话 那你这边把板子踩一踩吧 我感觉这把偏向于平局 偏向于平局 毕竟开门战的时候有一个祭司还是比较恐怖的 电机已经压好了 祭司那边贴过去压门 电机直接点亮 队友一爆点 对吧 他没有在管我 他可能投镜像 直接 这一轮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跟守木吧 等守木的这个铲子结束了以后把守木秒了 哎呦这里回去难道切插眼 还是说没找到人 可能是没找到人 他这里 没看见 哇 好伤 强势在这里压着一个镜像投 还行 好像是找到了 一刀打 漂亮 这个镜像还是舒服的 打到了以后 这边直接传送过去找祭司 那这边调安师可能要去摸 调安师这时候 我觉得不能摸 这时候调安师要去开门 对 摸的话 其实是给侯夫人机会 门开了才有机会 这里把洞打掉 祭司刷没有洞 祭司这边要倒 一刀倒地 传送已经交了 守木人能交自摸起来 看这边挂上以后应该是镜像去投那个守木人 然后找到守木人以后应该会切过去 但守木人这边起来了 起来的话 呃 他如果冲门 红夫人是有机会把他留下的 这个时候最好是留在原地 可能会更好一点 找机会跑地窖 因为这个镜像一投应该是有机会能管住的 我们看一下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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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切过去吗 这里为什么 感觉刚才要么打一刀要么切过去 哎呀好可惜啊 这个平局 我这 time 去赐 谢谢大家